仙舍宮位於台灣新北市三叢區 是三叢區唯一的古蹟廟宇 魯士神名為神農大帝 殿於清乾隆二十年 過去的三叢大拜拜 又是源自於仙舍宮舉行神農大帝誕辰祭典 在民國五零年代盛吉義時 當時有一句俗語 一天吃掉一條橋的說法 就是形容當時祭典大宴的熱鬧豪華 農曆四月二十五日的三叢大拜拜 源自於仙舍宮四月二十六日神農大帝生日 鎮頭多位分區到三叢繞境遊行 即使到了現在 每年祭典的鎮頭遊行 是由三叢區分五區輪值 邀吉社區各方社團配合舉辦相關的活動 仙舍宮作為當地信仰中心的角色麗九明星 信仰統舊兩百七十尊 挑戰金氏世界紀錄裏 所以應該還沒刷 一倍一倍 因為今天這次的晚餐只有晚上十點 以前的三叢大拜拜 現在則稱為神農文化祭 今年2024年 適逢仙舍宮建宮270年 舉辦了很多熱鬧的慶祝活動 廟方在廟城舉辦 祝壽三線禮的祭典 為民眾祈福 並邀請各路神明為神中大地祝壽 以據古禮的天子四九玉宴伴桌宴請 所謂的天子四九玉宴是指以前農業社會在每年年底 農田施作結束之後 由天子設宴祭祀神農 籌謝神農大地的庇佑 以及感謝農民的辛勞 今年因為是仙舍宮建宮270年 因此盛大舉辦與信眾同樂 祭典活動非常豐富 包含請來了活樂、歌仔戲、舞蹈團等等 這裡也有很多攤商的傳統民俗美食街 跟夜市一樣 讓民眾可以一起來參與 活動期間很多信眾都會趁這個機會來這裡看節目吃吃東西 晚上廟內也是燈火通靈 信眾絡繹不絕 來向神農大帝祈求保佑 今年更是請來了無人機 在夜空用隊形排列文字 宣說神農大帝的職能 感謝神農大帝的保佑 今年的眾籌系的活動就是今年建廟270年 從全台各地邀請找來270尊以上的神尊採接遶境 挑戰親世世界紀錄 仙社宮原本稱為五谷先帝廟 又稱為五谷王廟 當時所在的聚落便稱為五谷王村 仙社宮在日治時期 從五谷先帝廟改為現在的仙社宮 雖然廟名訂立已經很久了 當地的民眾還是習慣用舊稱 現在的陸名也還是叫五谷王階 結陣比較晚見 因此則是用仙社宮為戰民 仙社宮的仙社二字典故來自於中國古代祭祀八位農業神奇 八詐神 這是六神 這是四神 好了回答 八詐神依據為 仙社、絲社、白骨、農、有表綴、禽獸、昆蟲、蜂、水庸等八種農業神 以仙社為首 仙社就是指神農大地 絲社則是代表 田地、土地 白骨指的是古物 農神則是指在這片土地上 治理田地的仙民們 有表綴則是田間的謙博之神 水庸跟芳則是指提供農田種植所需的水道 保護河水不氾濫的地方 甚至連在田裡捕捉田鼠的貓虎 以及幫助傳播花粉的昆蟲 都列為對於農物種植有貢獻的 被認為是上天派來協助農民的神奇 也反映了道家所說的天地人 炸祭起源於神冬寺 在周代農事完畢之後 由官方所舉行的祭祀典禮 感謝萬物中水、土、草木、禽獸等 有功於農事的神靈 舉辦炸祭需要風雨和順 五穀成熟才能夠舉行 廟中同時侍奉了眾多的 道教跟佛教的神奇 配飾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 文上帝君祝聖娘娘 九天玄女寶生大帝禁主神等等 禁主神也就是廟宇的土地宮 福西神農、宣言皇帝代表著以前 人們從打獵、畜牧、進展到農業的眼鏡 祖在廟裡參拜除了感受到神明的聖恩之外 還能夠在廟體建築中感受到歲月的洗禮 淡水河的上游稱為頭銜 當時仙射宮就是位於淡水河的上游 也就是在現在新莊的頭銜莊一代 之後因為泥沙堆積常常淹水 在新嘉慶九年 往下游搬遷到現在的位置 現在的廟體的樣貌 則是在日治時期大正十四年改建時候的樣貌 經新北市政府公告指定為古蹟 在2003年到2005年 進行古蹟本體跟周邊環境的修復 先生公的廟體主要特色 是日治大正十四年改建時候的對場座 所謂的對場座 是指將一些廟分為前後或者是左右兩邊 邀請兩組木匠師傅相互競爭 在雙方各自保密 設計師座也都不讓另外一邊的師傅看到 讓不同流派的匠師相互競技 各流派為了不失面子 都會發揮自己獨到的技術 這也造就了廟宇建築的精彩 這片花牆在台灣的廟宇中 也是很具特色的設計之一 神龍大帝掌管農業跟醫藥 神像手持稻穗或者是草藥 人們尊稱為五谷王、藥王 從仙社公的信眾帶著家裡的大大小小 潛城的敬拜神龍大帝 從信眾的臉上可以看到 大家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跟感念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感謝您按下訂閱及分享 提醒記得開啟通知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金玉博的最新影片通知哦 那我們下一間廟見囉